这个Giant的背后的大老板是谁呢 三位产业信托 用520个million马币的现金 跟EPF购买的 虽然马来西亚的Giant Hypermarket 被卖出去了 但是这6个Hypermarket 仍然跟Giant有朱月在身上的哦 Hello各位同学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哈 这一条的谈股论经视频呢 相当有趣 我们是将两个近期的财经新闻呢 参在一起让大家看到啊 马来西亚的零售市场 其实是连锁的霸市这个行业啊 有一些新的变化 那他会牵涉到哪一个上市公司呢 是牵涉到Sunway产业信托的 如果有关注SunwayREIT 这个公司的朋友们呢 你们应该会知道 Sunway产业信托 最近一口气花520个million的 现金跟EPF收购了6个 Giant hypermarket的这个商场哦 这个是不是一个good deal 这条视频呢 我们就给大家呢 进行一个分析了 而因为这个分析呢 要牵涉到另外一个财经新闻的 就是Giant要Exceed Malaysia哦 怎么回事呢 跟大家谈一谈啊 因为收集这些资料不容易 所以同学们呢 请你们大方点赞跟订阅 陈建老师的频道 以后呢 每周我们都会给大家制作 这样子的财经新闻的讲评的哦 先问一下大家 你们一定会逛过 马来西亚的Giant超市对吗 那你们知不知道 马来西亚有多少间Giant超市呢 那你们又知不知道 这个Giant的背后的大老板是谁呢 现在这个大老板要退出 他将马来西亚的Giant不是关掉 而是将他卖出去 那又卖给了谁呢 啊这个是不是很有趣啊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啊 这一个新闻 这个其实是一个月前的新闻了 没想到一个月后啊 他还有下文 所以很多时候财经新闻啊 他是环环相扣的 因为商业这个世界呢 他是有一直在运行着的嘛 那你来看一看这个标题啊 Giant Operator Diary Farm to exceed Malaysian grocery business after 24 years so他是从1999年开始进入马来西亚的 这个Diary Farm 其实是来自香港的一个公司来的哦 他的全名是Diary Farm International Limited 然后就在马来西亚这边呢 就是负责运行 Hypermarket跟Supermarket的连锁店啊 一系列的连锁店 包括Giant Mercado and Giant Mini Brands 在2018年之后呢 这一个集团呢 已经在马来西亚呢 陆陆续续呢 关掉一些表现不佳的Giant分店的了 当时候啊 Giant的分店有多少呢 原来在2018年的时候啊 马来西亚的Giant Store呢 有122间了 在2019年呢 他们开始重组其实就是优化管理 将表现不好的店呢 关掉到2021年呢 他们的目标呢是砍掉一半 也就说要砍60多家哦 那现在2023年呢 Giant呢还是有很多分店的 我们来Google Map看一看啊 我们在龙雪地区打入这个Giant Hypermarket呢 就跳出一堆了 那这边一看上去 虽然是一堆的红点 但是稍微数一下 就是10多20家左右 连龙雪地区 马来西亚的经济活动 最密集的地方 也只剩下这样子的话 那看来北马跟南马 还有其他地区加起来呢 我们的确看到 马来西亚的Giant的超市的数量 在过去几年呢 是在比较快的萎缩的 然后这个新闻引述的 这个香港的公司 Diary Farm International Limited 他说他要从马来西亚的Gorsery Business 这种杂货店 其实是超市了哈 这个业务里面退出 那他卖给了谁呢 传闻他已经卖给了一位 Dartok Andrew Lim 然后这位Dartok Lim呢 是Group Executive Chairman of KL Sogo and he also sits on the board of Benang-based Gamma Supermarket and Departmental Store Saint-Den-Ber 看来这一位马来西亚 Giant Hypermarket的新老板啊 也是一个对马来西亚的百货业 跟超市业务非常熟悉的企业家来的哦 但是这个收购价是多少呢 就没有人知道了 只是传闻 Couple of Billions of Ringgit so这个数字都相当相当大哈 ok那顺带一提呢 这个Diary Farm International Limited呢 他是在伦敦股票交易所的主板 以及新加坡交易所的 Second Board上市的哦 他也是一个上市公司来的 and他在马来西亚呢 DFI啊 他另外有运营我们马来西亚人很熟悉的 Guardian Pharmacy 原来也是他在后面投资跟运作的哦 DFI没有整个集团撤离马来西亚 他现在只是卖掉了竞争越来越激烈的 Supermarket Hypermarket的这个业务 也就是俗称的Gorsery的业务了 而我在这边再给大家highlight一个公司出来哈 这个Diary Farm International 他在马来西亚营运 Giant Hypermarket连锁超市的 用的是哪一个实体呢 他用这一个公司GCH Retail Malaysia Sendemberhut记住这个名字哈 等一下很快就看到了 那同学们 如果你们还有兴趣加入陈建老师的会员 也就是观看我们的会员专述视频的话呢 现在我们还有最后的优惠 有10个名额可以获得签购一年 送多你一个月的特别优惠 马上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 趁我们优惠关闭之前呢 马上签购 每个星期就可以看到陈建老师 我另外给你们准备的好料了 在3月17号2023年DH的财经报导里面呢 就有提到三位产业信托 宣布用520个million的现金跟 EPF购买啊 EPF旗下的物业 那这个详细的announcement呢 我们是可以在三位的company announcement 看到的这边呢就有一个media release 这边讲到的 三位产业信托用520个million 马币的现金跟EPF购买的 是6个freehold的hypermarket 而这6个hypermarket在什么地方呢 分别就是在龙雪地区 还有在新山地区的 那这6个property分别就是在 Kinrara、Puchahai、USJ 第4个在巴森Clang的 还有第5个Uruklang 还有第6个这个就是在新山的Prandon 这6个freehold property啊 56个acre 然后一共是235万square feet 这6个property 由谁来运营呢 他的Lizzi 也就是正在租赁 他的物业的 就是这个GCH Retail Malaysia Sendian Burhat 讲了那么长 终于将两个财经新闻连在一起了 各位 是不是真的要给陈建老师这边一个点赞啊 那现在这6个hypermarket了 留意一下这边 Average Occupancy Way 100%啊 100%的Occupancy Rate 对于喜欢投资产业信托的投资者来 简直就流口水了 Fully Occupy 全部租出去了 就不用担心没有租金了对吗 这100%的Occupancy Rate 意思就是这6个property 就是正在运营着的Giant Hypermarket来的 刚刚我们才讲完 Giant不是要Exceed Malaysia吗 No no no是Giant的香港的母公司 Exceed Malaysia的Gorsery生意 将Giant Malaysia的业务卖给了刚刚讲到的那位达特林 所以Giant并没有关门 Giant继续在营运 而在这个时候呢 三位产业信托就趁这个时间跑去一口气 拿下了EPF旗下的这6个hypermarket 我觉得三位产业信托在这个时候呢 是有考虑到timing的 不知道屏幕前面的同学们 你们又怎么看呢 我有证据的哦 怎么讲呢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啊 虽然马来西亚的Giant Hypermarket被卖出去了 但是这6个hypermarket仍然跟Giant有租月在身上的哦 这边就有一个数据啊 The combined weighted average lease expiry 这个简称是Wale of the properties of 5.6 years will improve the wealth of Sunway REITs and large portfolio 也就说这6个产业啊 其实他身上还有平均5.6年 这样子的合约 租约才到期的 也就说他起码可以 secure给他的新买家 三位产业信托 未来的5年零6个月 都应该能从这6个物业里面呢 得到稳定的租金收入 这边已经开始给大家讨论到啊 到底三位产业信托 买入这6个物业是不是一个good deal 原本这些物业就已经有长的租约在身上了哦 那对于产业信托他想收租来讲 这肯定是好事吧 第二大家最关心的 买入这6个property的价格是买贵了 还是买便宜了 还是买的中中等等呢 成交价是520个million对吗 这个是现金的dual来的哦 那通常我们也是这样子讲的 凡是收购合并的时候呢 凤凰无保不落 要用现金去买的往往会是好的资产 通常要share swap啊 或者大部分用股票换回来 少少现金的 我们就要另外小心看待 三位产业信托这个是现金买入来的 答案呢 他在这边哦 我们刚刚引述的3月17号the edge的这个报导 原来之前的这个valuer就是你牵涉到产业的买卖啊 你一定要找一个估价师的嘛对不对 这个valuer Night Frank Malaysia Sundian Brahat 他给这6个物业的估值是593个million in total 然后三位产业信托现在只是支付520个million的现金 也就是三位产业信托enjoy了得到了12.3%的discount compared to the market value of这6个hypermarket的物业 三位产业信托买便宜了哦 而且还获得了超过10%的discount 又是100%occupied的物业 而且还有5.6年的这个长租约能够产生租金 真的是好难惜哦 看来三位产业信托这一个物业的收购啊 真的是稳稳哦 有多稳啊 你再来看一看这个地方啊 因为三位产业信托 已经是用低于市价的价格来购买这6个物业 而这6个物业又有长期租约在身上 意味着三位产业信托 可以直接在这些6个物业身上啊 锁定比一般的property更加高的 Rental Yield啊 那个租金收入比率这边有讲到 他们预计可以产生大概8个percent的租金 每一年based on the purchase consideration 对比三位产业信托目前手上的这些物业 他的 Net Property Income Yield 只有5.4% 就三位产业信托整体的物业组合 能够产生的租金是大概5.4%一年 现在新购入的这6个hypermarket 直接可以高达8个percent 他会帮助集团提升他的租金收入 他的物业回报咯 so这个是不是又给这个good due加上分数了呢 那既然讲到Net Property Income 对于投资产业信托的投资者们来讲 最重要的长期的回报 from一个REIT就是两个东西 第一他的股息 第二就是这个产业信托 他所管理的整个property的portfolio的 NAV Net Asset Value 是升值还是贬值 在身为产业信托 购入这6个hypermarket啊 直接造成的效果 你看啊 因为他买低了 there will also be an immediate net unrealized fair value gain on the properties of approximately 66.2 million ringgit Malaysia to Sunway REIT so Sunway产业信托 直接因为买的便宜 那么他入账的时候啊 这个物业是用他的fair value 就是用他的market value来入账的 那所以他直接就看到他的账面资产呢 会有一个6600万的fair value gain 那也就说对于你的公司的这个NAV啊 直接有推动了咯 然后因为这6个新的hypermarket 大概8个percent左右的property yield 然后他现在花550个million买入 那也就说一年这6个物业能够带给三位产业信托的 产业收入啊大概会是4000多万 接近5000万哦 这个收入对于三位产业信托来讲 用他最新的去年第四季度的业绩来讲呢 去年quarter four啊刚好净利润就是5000万马币 那也就说这6个hypermarket 对于三位产业信托的盈利贡献来讲 也是会比较显著的哦 这样子会不会对三位产业信托 未来的distribution per unit 也就是他的dividend yield 会有提升呢 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刺激 那讲到这边 相信大家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我们一开始提的那个问题 三位产业信托买6个giant的hypermarket 是不是一个good due 答案应该是一个很漂亮的due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漂亮的due 给三位产业信托买到呢 因为卖家是谁啊 差点忘记介绍了 各位同学 这个property的卖家就是EPF哦 那为什么EPF要这样子便宜 卖给三位产业信托呢 是不是因为EPF被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Member 一而再再而三的cash out提款提款 提到他没有钱 现在他要卖掉这个物业收回一些现金呢 这个我不知道 所以我没有办法评论 但是我知道什么东西呢 三位产业信托最大的股东是谁啊 就是EPF同学们看看这边 这个是三位产业信托2022年的年报啊 里面就有到2023年1月最新的 这个unit holder的分析 其实就是这个30大股东啊 那排在第一的持有接近13个percent的 就是EPF 原来马来西亚的公积金局 是三位产业信托的最大股东 其实EPF将他自己旗下的物业 卖给三位产业信托 就EPF说哎呀我不会管你啊 我现在交给你打理了 价格也比市场价来的便宜 那毕竟你要一口气找到一个买家 用现金吃掉你六个产业信托 这个恐怕也不是这么容易找的 那三位产业信托呢 是一个适合的买家 而且又跟EPF呢 有这个共同的interest 所以你们会看到在announcement里面啊 这边是有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的哈 因为其实现在就是三位产业信托的大股东 将他自己私人的物业 卖给三位产业信托 这个属于关联交易 但是价格还有潜在的物业回报 看来是没有问题的 那最后最后啊 再讲一讲啊 三位产业信托经过这个收购之后 他所管理的物业 他的property portfolio规模到达几多呢 已经去到9.69 billion 也就是接近9.7亿 差不多到10亿的大关了 因为在几年前 before COVID-19的时候 我有印象 我看过三位产业信托 他们的这个发展的目标就是要将 自己的这个物业组合呢 规模推到1 billion以上的 现在差不多要到了 而他们下一个目标是多少呢 根据达读权业信托的这个CEO 他就讲到到2027年 也就是距离现在 还有5年时间左右 三位产业信托的这个property value的target 是要到达14到15个billion的 也就是目前十亿不到 他还要再推动40多50%的增长 当你的property的规模更加大 你就可以看到 他能够产生的租金收入更加的高 让你的distribution对吗 你的dividend派给你的 and投资人看到你的NAV的增加 也会陆续的反映在股价上面 所以有留意三位产业信托 或者对三位产业信托 有兴趣的投资者们呢 可以继续keep track看看 三位产业信托未来5年 有没有讲到做到了 如果他做得到的话 那三位产业信托未来5年 还是一个有成长性质的产业信托来的 那本期的视频呢 原本是两个没有相关的财经新闻来的 但是陈建老师我们这边呢 帮大家呢 将他的关联性呢整合在一起 然后再给大家带出这些财经新闻 能够对三位产业信托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希望同学们呢会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赞跟订阅哈 那本期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条视频再见 拜拜